2016年是一个新的开始 希望在这一年有新的目标和好的习惯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第一个是我最希望达到的目标 就是健康饮食 希望在2016年多吃蔬菜 尤其是这种未经加工过的沙拉 让身体可以吸收更多的维生素和纤维 不仅是对身体好 对健康的皮肤也很有帮助 如果不喜欢光吃沙拉 可以加一些脂肪少的海鲜 像是虾或者鱼和沙拉一起吃 然后再加上你最爱的沙拉酱 第二个是多阅读 让自己不会灵感匮乏 这些都是我平时会看的杂志 空间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翻 多看杂志和书籍汲取灵感 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减压方式 我会用Kindle来看书 我觉得Kindle真的是一种更便捷的方式来阅读 让读书的过程变得更加轻松 而且随时都可以拿出来读书 也不会占用空间 如果觉得传统读书方式比较麻烦的同学 可以尝试Kindle来增加读书的兴趣 其实多吃水果这个习惯 我在2015年就养成了 希望在2016年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我一般会在早上吃一些像是 腹盆子黑莓蓝莓小番茄等等 这些水果都富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C 对皮肤和身体都非常好 长期吃不仅可以让皮肤更透亮 还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减少生病 有时候我还会吃葡萄 葡萄有丰富的花青素 是最好的抗氧化抗老化物质 第四个就是我认为最难坚持的 就是运动健身 我希望先做10到20分钟的有氧运动 跑步之类的 之后做一些速身的运动 如果不知道做什么样动作的同学 可以关注一些健身的YouTube视频 或者下载健身的APP 我下载这个APP里面有12个动作 我可以先学习视频每个动作的做法 然后每个动作做30秒 中间会有10秒的休息时间 换第二个动作 以此类推 一共12个动作做7分钟 这些运动的好处是不需要任何器械和场地 可以在家或者在健身房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更喜欢在户外 空气会比较新鲜 这12个动作其实我也是刚开始练习 做的没有那么标准 随着练习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对于初学者我有几个小心得 一 刚开始健身千万不要急于求成 健身时间过长和太高强度 身体会适应不了 反而比较容易对运动产生厌烦感 开始控制在20到30分钟内比较合适 之后演成习惯后再慢慢增加时间 第二个也就是最重要的 选择自己适合的运动 有的同学喜欢流汗 有的同学喜欢静态的瑜伽 我觉得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锻炼 只要选择一样 然后坚持下来就好了 第三个呢就是了解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是你健康的身体 还是坐在沙发上面吃零食 如果你想要的是健康的身体 我相信你就会有足够的动力去现身 最后一点呢就是选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服装 也可以很好的促进运动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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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生活的更有规划性 每天要做的事情要完成的目标都记录在本子上 时刻提醒自己 我觉得这样做事的时候才会更有效率 好了希望今天的视频有给大家带来一点新年的灵感 最后还想跟大家说一句 想好的目标只有立刻开始行动才会有实现的一天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幸福的过完这一年 我们下期再见吧 这场吃怎么回事 这场吃不一了啊 谁谁 别说一文字